莫娜夫妇布置好了施法的现场 要求马自来你必须要脱掉衣服 用毛巾包覆身体躺进去 并且准备用花玉帮他近身 接着告诉他 你就躺下来吧 等一下会听到很神奇的声音 你想要钱就会有很多钱掉下来 马自来兴奋极了 所有的美梦即将成真 但没想到掉下来的不是白花花的钞票 天降金钱的美梦成为泡影 这时候一把斧头掉了下来 这批女巫明明知道自己设犯了杀人罪 但每次出庭的打扮绝对让你不寒而栗 看起来她非常的享受自己被媒体拍摄 好似星光大道一般 表情贪婪享受 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众星拱月般 露出灿烂诡异的笑容 被送上了绞星台 原本盛传 三个人会成功逃脱 整个监狱严阵以待 但他们最后跟普通人一样 结束了生命 只不过莫娜直到死前 都为了要保有自己的女巫形象 大喊了一句 我不会死的随即断气